Hello,大家好,我是Brandon,毛巴 很久沒出過遠門 趁毛大伯放長假,我們就開了一輛長途車去探望朋友 朋友還跟毛巴說 他那裡有一間很有名的茶餐廳 在市中心的,值得去試試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毛巴繼續創作的動力 今次去這個地方就叫做Coventry 在百明漢旁邊 一到步大概是午餐時段 所以就在市中心拍車再走過餐廳 茶餐廳就在Coventry Market裡面 這裡一進來就好像去了跳塞市場 在這裡真的什麼都可以賣 衣服、鞋襪、鮮花、亞洲食物 平時在香港見到的飲品選擇都很多 以前毛巴很喜歡邀請朋友來我家打火鍋 就是買這些火鍋底料 五磅幾一塊,其實就不算貴很多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火鍋配料 一包包整理好的豆腐、軟類、雲吞、兩三磅都有交易 在這裡的中式醬料真的超級多 和在香港去了深水埗的小店是沒有分別的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蔬果 還有賣魚、賣肉的地方 雖然整個市場就不是很大 但足夠我們尋寶玩半天的 我們都走了一個圈 終於找到獅子山Cafe 這是一間家庭式經營的小店 而且因為它附近幾間店都沒有開 所以可以坐出走廊 有一點室內大排檔的感覺 而這裡的開放時間真的很輕鬆 首先他們是11點半才開工 4點半就下班了 每一個星期只開星期二、三、五、六 真的放假比開工更多 所以我的朋友都說過來吃之前 就一定要看看他們的Facebook 就算寫著開工的日子 都未必一定會開 而在這裡可以吃到的 絕對是香港人的Comfort food 好像是叉燒煎蛋飯 土肥雞翼 茄汁焗豬扒飯 蒲汁焗豬扒飯 蔥油撈丁 牛筋麵 還有圖文並茂 有英文介紹 其他國籍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香港的美食了 餐牌的標價以英國的指標來說 是不算太貴的 蔥油雞扒撈丁 8磅就有交易 海南雞飯就10磅 如果大家叫上套餐的話 都會有相對應的折扣 我們在店鋪下單之後 就給我們一個牌子 找個位置就可以放在當眼柱 這張銀色的桌子 很有我以前中學小食部的感覺 首先第一樣東西來的就是蒲汁雞扒飯 價值9磅半 剛才在下單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廚房每一個焗飯都是獨立焗的 但這次我們這個就不夠熱 整份的份量都算幾多 它是大過一哥焗豬扒飯的尺寸 表面的芝士都很多 但它的雞扒沒有預先煎過 所以就不夠香 整體的感覺都還可以了 我們就叫了一個凍檸檬茶 價值2磅半 都是正常香港茶餐廳喝到的質素 但它沒有檸檬的長匙羹 有點不習慣 我們開餐的途中 就因為不知道團團合不合吃了 所以就帶了些私火粟米給它吃 下一個就是無大白的柱厚牛腩飯 價值9磅 白飯的份量就不算很多 大概是一碗左右 上面就加了幾片青瓜 少少炸洋蔥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寡 真的要讚一下這裡的牛腩 雖然看到好像小碗一樣 不過完全沒有任何東西佔底 而且它的部位是很漂亮的 燜得很入味、很軟 整份只有牛筋和牛腩 全部都很好吃 超高質素、很高水準 而毛巴的套餐就這樣放下來 已經有少少強差人意了 我叫了雞扒撈丁、土匪雞翼和凍檸茶 土匪雞翼有四隻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我的手 每一隻雞翼大概是我手指尾那麼長 真是很細隻 調味是做得不錯的 是有淡仔吃的感覺 但因為雞翼太細隻 無論是油香或是雞肉嫩滑的程度都略然不足 而雞扒撈丁上面有五、六件雞扒 煎至雞皮金金黃黃 令到吃肉大增 上面的蔥油都算挺香 不過其實菜式不算很多 男士吃肯定不飽 如果在這裡可以加錢加底就最好了 到最後無媽叫的海南雞飯就賣光了 叉燒煎蛋飯也賣光了 所以侍應姐姐就說 不如試試我們的韓式泡菜豬腩肉吧 豬腩肉是處理得很好 醃和煎完之後 完全不覺得吃肥膏 不過也是同一個問題 吃了這個小型便當之後 就算加上小吃的四隻迷你雞翼 無媽吃完都要在附近再找東西吃 這次也算是毛巴來了英國之後 第一次去茶餐廳食物 整體食物的出品是不錯的 只不過可能價錢他們定價比較便宜的關係 所以相對應份量比較少 正常男士的話 隨時要吃兩個全餐才夠飽 這樣就會變成每人要30磅左右 想吃到家鄉的味道 就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又或者大家可以看 無爺野教煮食的影片 在外地煮出家鄉的味道 今次分享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要訂閱毛巴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